水手用棍子捞一捞 草丛内随意捞起了一袋一袋的垃圾袋 仔细看这些垃圾都是家用的垃圾 凶手到底是谁 工地人员募集丢垃圾的民众 而这条通往安乐区 壮观台北社区的连外道路 社区的入口建案正在大兴土木 但有民众反映 这里被丢垃圾情况相当严重 甚至连里长都被民众抗议 迟迟不处理 我们壮观社区出了两排的 这个普回大道以后 就算属于英安里了 不是属于壮观里 那么现在的信大的 这个工程的部分 也属于英安里的这一个部分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造成很多的脏乱 我们的居民不能说没有责任 因为毕竟这个地方是我们社区进出的一个要道 那么所有的这个责任呢 我们不能说推给其他的市民 当然我会在这一次的会刊以后啊 用公告的方式 用劝导的方式来提醒我们的住户 大家要共同维护环境 市议员秦真找来环保局及当地里长会刊 建议采取稽查的方式救出凶手 环保局也强调 这些家用的垃圾都留有一些缴费单据 一旦查出资料将会立刻开罚 像这个短短的不到三三五公尺 这样就十几包了 但里面都是相同的都是家庭垃圾 属于家庭垃圾 并不是一般我刚刚所说的工地的一些废弃物 所以这点我们要有一个分别 也希望说在地的这些居民 还有我们工地大家共同来维护 整理过以后我们会加强 该路段的整个收正 那我们不定期会派人在站岗 甚至让我们埋伏的 如果被我们抓到了 我们绝对接不宽带 因为整条马路那么干净 那被破坏我们认为说真的太可惜了 此外现场民众也反映 工地施工两边停车 会影响到车辆汇车 经过市议员情侦协调 工地同意将踩单边停放车辆 让居民进出社区更加顺畅 记者黄少铭采访报道 国际南果联系联络达 克牧 毅 冬 冬 冬 谢谢大家